我 白痴 白痴 新娘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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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快请雅琴老师下轿啊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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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认死我了 等有一招一日 我出家的时候啊 可不能做这个轿子 小姐可不能乱说 哪有新娘子不做轿子的 行啊 小怜怡 没想到你还挺机灵的 让我弟都唬过去了 那老爷以后不让我再回家了 没事 我都听见了 他是吓唬你的 不用怕他 有我呢 快快快 快让凉牛蛋出来 出来吧 委屈你了 喂 凉牛蛋 凉牛蛋 喂 彭先生 你快看看吧 好像又晕过去了 小琪 你吓死我了 睡了一觉 正像着呢 原来可拽我一把 腿麻了 来人 肖兄长 混蛋 站岗的人呢 这 人都被接走了 我就把岗撤了 接走了 谁接的 大小姐 赵大小姐亲自来接的 大小姐 五娘 你先安心地住在这 等以后我找机会呀 我就送你出城 胖丫 让我怎么谢你啊 咱俩俩还说什么谢呀 五娘啊 以后别再叫我胖丫了 我叫赵燕燃 对对对 燕燃 这个名好听 你说什么 大小姐 这傻丫头 司令 我找遍了全城也没找到大小姐的汽车呀 去 把同男人给我叫来 是 还请岳父大人恕罪 你都知道他把人给弄走了 我当时劝了燕燃半天 可是他实在是太人情了 都怪我 他还说 就算是您这辈子再不原谅他了 他也不可能看着五娘就这样丢了性命 我想他们之间应该是有感情的 我本来应该提早向您汇报的 我有罪 把人弄哪儿去了 这个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看样子他这辈子是承心要背叛我 岳父大人真是言过了 他只不过是不懂事 去 知道我这辈子不会原谅他还背叛我 他把人弄走了 自己就不回来了 这可我也问过他 看样子 最近他是不敢回来了 他不回来了 你怎么不跟着去 国是国 家是家 公是公私是私 作为您的女婿 我没能劝住燕燃 那是我的错 作为一名军人 我绝对不会背叛我的长官 即便是您要惩罚我 我 我也不会离开您身边半步 那就不要老婆了 先攻 后私 怎么下个爷们 去 下去吧 少爷 少爷 请 这边 请 请 这边 废哥 帮忙 帮忙 手 帮忙 大叔 我跟我媳妇说会儿话 您就 行你们慢慢聊 大叔 好 走 走 行 你们也下去吧 芳儿 轩子 不怕 有话 不怕 娘呢 真是黄蛋 说把你和娘都给我接来 结果就把你接来了 说是娘跑了 娘 娘是不是 已经被他们害死了 应该不会 不会 轩子 他们怎么那么听你的 你让他们把我接来 他们就接来 你让那个人出去 他就出去了 他们呢 把我当成他们家大少爷了 大少爷 那个叫张继安的红蛋 给我个坡下 我就想 我干脆顺坡下旅 到时候把你和娘都救出去 这会儿娘不是跑了吗 咱俩又在一块儿了 找个合适的机会 我就把这房子给他点了 到时候咱俩一块儿跑 能行吗 能行吗 我看见外面 那么多开门的 还多扛着枪 傻丫头 你爷们不是怂抱 不过 咱也不能跟他们跟你来 找个合适的机会 咱们就跑 好 他们不是说 我是他们大少爷吗 那好 我就给他们当当大少爷 这种行动 必须保护 这种行动 必须保护 这种行动 身材 必须保护 身材 她 不是普通的人 晚上 放下 尽管 我不要放下 你 也不怕 不怕 你可千万不能随便出去啊 都听你的 多吃点 三子 坐这儿 靠近奶奶 孙子媳妇 叫个啥名啊 我叫刘凤 奶奶 你去找他缝就行 啥 这个老五这是咋整的 也不知道他是精啊还是啥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得往外跑 害得我孙子受了二十年的苦 娶了个媳妇还 你 孙子 你可是不知道 你娘也叫缝 那怎么了 怎么了 娘 您别跟她生气 孙子没念过书 不懂得礼教 罪过不在她 孙子 大娘告诉你 这可不行 这是大忌讳 孙子媳妇 你得改名啊 现在就改 李淡云 给她起一个 好 那 就叫金汁吧 还玉业呢 又不是什么大家关系 轮得着你插嘴吧 进门小三十年了 都没生过一男半女 还舔着脸插嘴呢 滚 出去 吐气 娘 您看 对 就叫金汁 好 金汁 还不赶紧谢老太太 赏你名 叫你呢 好 谢谢 这丫头 看上去就招人喜欢 就是打小没人教的规矩 来 站起来 二娘教你行礼 来 这样 腿 快歇老太太赏你名 对 谢老太太赏名 老二 这就对 李淡云 你跟老二 教教这栓子和金汁 咱们家的规矩 让他们上上下下呀 都熟悉熟悉 孙子 我的大孙子 我的大孙子 奶奶能活到八十多岁 就是为了能看见你 看见你 奶奶 大孙子 奶奶 冷靓 奶奶 可爱 Whoever Zig 四令 老太太挺乐呵的 大少爷 大少奶奶 看上去也挺听话的 就这听话让我翻嘀咕 徐凤智带的儿子 他应该是个刺头才对 怎么能听话呀 您放心吧 我都夹了岗哨了 还得防 怕就怕他学会他娘的本事 再去查查 把那能打洞挖土的家伙事 都给我扔了 把那后窗子也给我盯上 是 怎么样 不行 把把车是外面全都给盯死了 好 这把洪盖 看来竟然是防咱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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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来 坐屋里 待着 我说你事后事后了 你要小心点 少爷 您去哪儿 我晚上吃多了 出去转转 少爷 宵营党风风过了 您去哪里 我们领的您去 不用 我认识 我就在门口转转 少爷 少爷 院子太大了 怕您走丢了 这是宵营党的命令 好 走 什么宝物都没有找到 你能看到她的事吗 我相信她的宣传 她是一个女性的女性 为什么要把她押上枕 她们的说明 墓掘是王宝里有 那我们是王宝里有的吗 是吗 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您要到哪里去 我吃多了 睡不着 想出去转转 外面很乱 您最好不要出去 是吧 那就算了 你们是在保护我 是的 刚从司令部里逃出来 您随时都有危险 辛苦你们了 这位先生 你是哪儿人呢 这个和您有关系吗 没有 我听你说话挺好听的 不是本地人 您休息吧 好 那当家的 你一共打死了多少小日本啊 那可数不清了 那小日本长啥样 是不是个个青面獠牙像个鬼是呀 嘿嘿嘿 其实啊 这小日本跟咱们长得没什么良样 就是说起话来 哗里哗啦的 难听极了 是本人 什么 大少爷 居然从天上突然掉下了大少爷 不行 不能让那个野种抢了我的家业 这个家是我的 只能有我一个继承人 对不起 当嫌十的家庭 我不想要看看 自成为的家庭 我不想要求 她又不会顺受到 何几个月 必须要不需要 大日本帝国的皇后 从人身上 未经许老师 这有些于 存在 但我们不采责 但我们的 bank 明天 押し取枕を下げせ 君はするべきことだ 大日本帝国のため 家族の栄養のため 必ず探し出せ はい 小玲仪 有我在 我爹不赶紧你走的 走吧 小玲仪 站住 爹 這麼晚還沒睡啊 你進屋去 爹你要幹啥 進去 老爺 老爺 老爺你打我罵我 捏我走也行 你別生小姐氣了 我求你了 我求你 小玲仪 你起來 別動動向她下跪的 老爺 爹 你有會兒就衝我發 今天 是我逼小玲仪出城的 跟她沒關係 小姐 敢做敢當 好 不問你 今天坐在轎子裡的 是你嗎 是 你一個女孩子你 也是你 把刺殺司令的刺客 帶出城去了 是 你胆子怎麼這麼大呀 他是抗日英雄梁飛虎市長的後代 自己也是在戰場上殺地立功的英雄 怎麼一下子就變成刺客了呢 這是你一個女孩子該管的嗎 女孩子怎麼了 作為一個中國人 作為一個有文化的新青年 我不能不管 還敢頂嘴你煩啊 還敢頂嘴你煩啊 小姐 別給老爺頂嘴了 聽壞了 老爺 都是我的錯 都是我的錯 你混蛋 小姐幹出這種事 你不知道攔著他 你還替他蒙騙我 我打死你 小姐 小姐 沒事兒 小姐 是不是你把我約定的地給寫錯了 我老瞎子眼睛瞎心不瞎 我寫到紙上的字不是用筆寫的 那是我用心寫的 錯不了 這時辰都大了 怎麼一個人也沒來 你跟人家說明了 要他們跟你一起去跟趙岩庚拼命 那誰敢來呀 誰不知道那是送死啊 不可能 我骰子那把兄弟 那不能說全都跟我姓名相見 那最少有一半 能跟我同聲共死 這都什麼時候了 怎麼一個人都沒來 來了 來了 你聽來了來了 來了 我骰子行走江湖 來這兒一字當頭 拜了這麼多靶兄弟 這要命的時候 怎麼能一個人都不來 請問哪位是骰子大哥 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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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老朋友讓我給你帶一句話 此地危險不宜久留 老朋友 什麼老朋友 你要見他 這兒有地址 你給我見你 好 驾 不管他什麼老朋友呢 先回回咱說 驾 但願你這位朋友啊 神通廣大 能把他梨花繩根縫兒啊 還有栓子都救出 驾 驾 老蝦子 你敢就是這兒 來 到了 趕快 來 這是人呢 骰子大哥 骰子兄弟 還認識我嗎 老冯 二十多年了 你還能認識我 說明我還不算老 老瞎子 這是冯先生 二十年沒見他老朋友了 是啊 這位大英雄 快些救人吧 不急不急 走 無理說 走 走走走 下次走 來來來 骰子兄弟 你先看看那是誰 快去看看 牛蛋 骰子叔叔 柳叔 牛蛋 牛蛋 走了 走了 你受傷了 沒事沒事沒事 柳叔 孩子 可找不住你了啊 不是 這傷得什麼樣了 你快讓我看看 沒事 張小姐 還有沒有頭暈噁心的症狀了 醫生 我確實沒事了 那麼多從前線下來的傷病源 都等著你們去治療 別因為我浪費您的時間了 張小姐 張老闆請我來了 就讓我給你用一次藥吧 醫生 請您尊重我的意願 我什麼都不需要 你走吧 醫生啊 謝謝你 你先回去吧 小姐 小姐 你怎麼這麼不聽話 幹嘛不讓醫生給你換藥啊 應該把有些的藥品 用在抗日前線下來的將士們身上 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 你認為我是在胡說八道嗎 我是被我自己父親打傷的 我有什麼權利接受野戰醫院的醫生治療呢 都怪爹 好吧 爹沒想打你 你打誰也不行啊 你憑什麼打小玲儀 他從小照顧我 照顧這個家 一天幹那麼多活 他應該受到我們的尊敬 好 好好好 尊敬 嗯 爹錯了 你好好休息 你這一棍子打得好 你是我父親 我對我自己人生的選擇 應該向你坦白 如果 不是你這一棍子 也沒機會跟你說 我入黨了 中國共產黨 你說什麼 什麼時候 到中學上班的第五天 你混蛋 才認識那些混蛋五天 你就入了他們的黨 我在師範上學的時候 就已經是預備黨員了 為了到組織最西奧我的地方工作 我才讓你把我從西安帶到這兒來 到中學上班也是黨的安排 對不起 我一直向你隱瞞了 你知道共產黨都是些什麼人 共產黨是你這種身份的人參加的 我已經做出了選擇 我絕對不會為我的選擇而後悔 瘋了 瘋了 從今年起 你不許離開這個屋子半步 瘋了 瘋了 給我找最大的釘子 越做越好 把所有的窗戶都給我盯上 瘋了 從今年起 楚松范以外 你不許進小姐的房間 也不許她出來 聽著 你要是敢把她放出去 我就累死你 瘋子兄弟 你的飛哥傳輸 那可是跟我學的 對對對 你是祖子 你的靶兄弟中啊 也有我相識的 一得到消息啊 我就趕緊想辦法往回賭 派出去幾十個人 各條路往回賭 要不然啊 能聚集了好幾百人 瘋子 老瘋子 我瘋子的人去玩 那是不錯的 再有一句說明 趙元庚他惡貫滿盈 那大家都恨他 你說的對 是啊 趙元庚這個人 確實有很多問題 尤其是前些年 霸道得很 濫殺無辜的事情 也有發生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 他是個好軍人 日本人 一直試圖打通龍海線 進而佔領整個大西北 向南入川 企圖佔領整個中國 趙元庚帶兵有方 部下英勇善戰 直到今天為止 日本人還沒有突破他的防線 可以說啊 他現在是國家的功臣 這個時候 你召集人和趙元庚拼命 難道你想幫助日本侵略者嗎 我真沒往這兒想 可是趙元庚他把我鐵哥哥 拴子 拴子媳婦都給抓走了 傻子叔叔你說啥 我娘和拴子讓趙元庚抓走了 可不是 怎麼抓走的 趙元庚派兵去了大羅鎮 什麼大羅鎮 牛仔 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被抓走的 啊 來 雁然哪 你這是帶五娘去哪兒啊 大羅鎮 大羅鎮 五娘不是一直住在大羅鎮嗎 我送你回去 那個家 我早就不要了 你放心吧五娘 上一次我爹那些手下 在大羅鎮不是沒找到你嗎 回去之後就騙我爹說他們認錯人了 所以現在我倆回去一定安全 你說去哪兒就去哪兒吧 反正現在我只能聽你的 我這瞎子 這話不如你們明眼人看得清楚 但是我這心裏 也能想明白事兒 你就算他趙元庚現在對國家有功 可是他害死了梁飛虎 那就罪該萬死 這件事情啊 我也聽到過很多議論 曬子兄弟 牛蛋 實話告訴你們 老虎山的兄弟有些幸存下來的 現在都在我這兒落腳 大家都認爲 趙元庚公報私仇 把梁飛虎梁師長出賣給了日本人 對他幹得出來 當然幹得出來啊 二十五年前他趙元庚搶搶民女 那就搶走了牛蛋他娘 那還逼死了我的爹娘 不對啊 什麼不對 傻小子 老輩子的事兒你都不知道 不是趙元庚出賣了我爹 那你為什麼要刺殺他 武叔臨死之前親口跟我說 是趙元庚出賣了他 但是我現在知道 肯定不是趙元庚 害怕 害怕 你怎麼知道呢 要是他害死我爹的話 我現在早就沒命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細說來聽聽 燕然啊 你 不是說去大羅鎮嗎 這裡離大羅鎮已經很近了五娘 這荒郊野外的 五娘 我想請您陪我到山上走一走 燕然哪 你不光是要走一走吧 當然了 看來你舍命救我 不光是因為咱娘倆的情分了 五娘 您是一個聰明人 有些話我倆還是不要說明白的好 你還是說明白吧 你要我幫你做什麼 我總得明白啊 您是鐵梨花啊 鐵梨花 對呀 您打小就有的名字 命裡面就帶著的名字 我還是不懂 我五娘可是個奇女子 江湖上有您的傳說 傳說 鐵梨花 鐵梨花 沒想到我有心無意叫了這麼一個名字 竟然還救了我一命 燕然哪 要不是你五娘叫鐵梨花 你不會冒犯你爹來救五娘吧 所以五娘怎麼想的 我跟您說過了 您是一個聰明人 有些話還是不要說明白的好 反正為了救您 那個家我是回不去了 您說我放著大小姐我當不成 那麼大一片家業都是您兒子的了 我總得有所圖吧 我兒子 五娘您就別跟我裝糊塗了 過了這麼多年 您又帶著您兒子回到那個家去 難道不是為了那片家業嗎 好 這下我就放心了 我兒子還活著 你剛才說什麼來著 江湖上的傳說 你信嗎 信 好 好 我試試 你想要什麼 鴛鴦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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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鴛鴦枕 已經害死不少人了 鴛鴦枕 你其實是房子 你怎麼知道 還要幾乎 但是呢 也會被先吃 您 杀子兄弟 杀子兄弟 牛队 牛队 怎么办的人呢 牛队队 刚刚得到消息 孙子呀 现在成了赵府的大少爷 刘先生 你也别担心你的女儿了 他现在成了赵府的少奶奶了 他们现在都很安全 你说这 那我娘呢 目前还没有她的消息 但是可以肯定 她已经不在赵英庚的手里 犯子那小子 他怎么能让贼作妇呢 那个贼本来就是他爹 不行 我得找我娘去 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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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得找 但是也得等你伤好了以后再找啊 奶子 奶子 不能没有门路瞎撞 啊 哎呀 傻小子 尤其是你 你可不能瞎吧 你没看见他满城都贴在你的告示 啊 小姐 吃饭了 小姐 吃饭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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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灵仪 我爹出去了 哦 你让我走吧 这这 小灵仪 你跟我一起走 要不让我爹回来了 肯定饶不了你的 小灵仪 不行 小姐 你还是听老爷的话吧 啊 小灵仪 你没有读过书 也没有说过教育 我和我爹之间的分歧 你不懂 但是我告诉你 我必须要走 晚晚有一天 我爹会知道 我这样做是对的 小灵仪 你跟我一起走 省得在这家里 我爹欺负你 不 不是欺负 是压迫 他凭什么压迫你啊 小灵仪 我们一起走 一辈子在一起 我会像孝敬亲娘一样孝敬你的 小姐 可不敢这么说 小灵仪 求求你了 答应我吧 小姐 怎么了 小灵仪 你走吧 我还是不能走 为什么 我不能离开老爷